嘻哈平溪作为平溪区新创的社区导览服务平台 透过年轻人时下用词与创意思维 包装平溪的在地特色 而最近小编兼龙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明贤 在金铜将举办一场不一样的导览活动 愉快去了解 不想让民众来到平溪只想到放天灯 十分里龙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明贤 创办了嘻哈平溪平台 希望借由生动有个性的网路经营 推广在地文化创生 让年轻人有留在家乡的动力 而最近举办的某星拉洞探秘之旅响应热烈 让许多民众更加认识平溪的在地特色 一开始发想是这样啊 平溪拍过很多很有名的国产鬼片 例如红衣小女孩第一集 红衣小女孩第二集都在平溪做了很多彩景 我又去查了资料 青铜古道上面真的有一个山洞 几十年来它就叫魔神载洞 你说我们先去彩景了 先去看它的路线很安全 适而游客走 然后平溪很多旧的建筑物 我们再请当地的祈劳 把平溪这几年曾经发生过的魔神载事件 做一个分享 我来帮忙包装活动 是因为我觉得平溪需要天灯以外的东西 各种元素都可以加进去 但是我们不能给未来要入乡 返乡的青年没有选择 他可能当天灯 放天灯的补助手 叫做天灯手这个职业 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新的菜色做出来 平溪就没有未来 无明嫌身兼粉川小编 回想当初从试水温的简单式贴文 到现在极具个人特色的小编回复 特别又新奇的贴文形式 慢慢吸引许多相亲转发 逐渐形成影响力 而今天小编再度出动 前往金桶 做美食介绍企划 因为在地相亲都很熟 哪家最常吃 最能留住胃口都一清二楚 没人力请到摄影师 就请相亲朋友 录下自己最真诚的表达 这是我会推荐的 但我不会说是平溪最好吃的 是小编常吃的东西 所以今天看起来小编的确够 在平溪的每个景点 他都非常的熟识 所以呢 自然就可以利用一些 好天的空档啦 工作之余的空档啦 三分钟五分钟的 那透过不同地方的好朋友们 那大家共同帮他拍摄 所以呢 说不定剪成一集的 都不是同一个摄影手 来帮他拍出来的 是共同剪辑出来的 嘻哈平溪能做到这样的个人魅力 也是乡亲们一同支持的结果 期盼社区导览能借着影片贴文 让更多民众看到 探访平溪的时候 就能了解到更多当地的美好事物 记者肖浩文平溪采访报导